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Flask教程的分享 我们今天主题叫做蓝图 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了 Flask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结构 其实谈到这个项目结构 是无法避免会谈到蓝图 什么是蓝图 蓝图它提供了模块化的管理程序 路由的功能 它是有点像Flask应用对象 但是它们不是一个东西 蓝图可以很好的简化大型应用工作的方式 并提供给Flask扩展的 在应用上注册操作的核心方法 讲到项目结构 其他还有一个内容我们之前没有讲 就是应用工厂的函数 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当中 在单个文件当中去开发应用 其实很方便 但是方便至于会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它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应用在全局作用域当中去创建 那无法动态去修改配置 运行脚本的时候 应用实力已经创建 再去修改配置的话 已经为时已晚 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延迟创建应用实力 这时候工厂函数就出厂了 那我们这边就写一个很简单的事例 工厂的目录结构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APP的python包 然后底下是view 然后跟APP同级的是一个manager.py文件 然后后面是一个项目的逼别文件 readme跟request.txt 那我们在manager.py当中呢 会去调用APP的应用工厂函数 这个工厂函数呢 我们是在这个init.py当中去书写的 那就相当于我们把之前创建APP 然后呢 导入APP的一些配置呢 放在一个独立的函数当中 然后呢 让这个函数呢 去返回我们创建好的APP 这个呢就是应用的工厂函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蓝图啊 我们打开views底下的index.py 在index.py当中呢 我们是从flask模块当中导入blueprint 那我们在之前没有使用蓝图的项目当中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app.root 来这个指定这个路由的 那现在呢 我们是直接通过这个蓝图来指定路由 那这个蓝图在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是放在这个工厂函数当中 也就是这块 我们通过导入views底下的index 然后把这个index.py给它导入进来 然后呢通过app的regist.py来注册这个蓝图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就是给这个路由指定对应的视图函数了 那我们这边呢是非常简单的那个事例啊 就是这么一个蓝图 如果说呢你有更加复杂的话 你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功能来组织蓝图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运行一下这个工程 我们直接运行这个manage.py ok我们把浏览器打开 输入5000 那这样呢就直接是一个 因为我们的输入行数呢就是return这个字不畅 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代码呢是比较符合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在项目当中去组织我们的蓝图啊 跟之前flask当中的这个项目结构类似啊 因为本身这个框架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框架 它没有硬性的规定来你怎么样去组织你的 项目怎么样来组织你的蓝图啊 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 常见的做法啊 那蓝图的组织呢一般会按照 功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分区 这两种方式来组织 在功能当中呢 一般是你每部分的代码它的功能 不同来组织你的应用 所以呢像这个模板啊 静态文件和视图呢都会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当中 比如说你这边是一个views对吧 然后可能对应的还有这个模板templates 或者说有这个静态文件statics 这样的话你会把相应的放在这个独立的文件夹当中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分区式的这种架构啊 就按照每一部分它所属的蓝图来组织你的应用 那所有的模板呢 视图还有静态文件都是放在一个文件夹当中 那这部分东西呢你可以参考我这个博文当中的一个 详细的说明啊就是会把整个工程当中的这个目录结果 给它做一个简要的列出 真的也是项目当中比较常用的两种写法吧 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去来组织 因为这个并不是千篇余虑的东西啊 那这边呢会给出一个建议啊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应用是有独立的 而且仅仅共享模型和配置的各个组件 所以呢就建议你选择分区式了 如果说你的应用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 你就可以使用这种功能式的架构 那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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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